我们接到举报电话 说有人在医院安放炸弹 前院后院病房走廊 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给我搜 到 齐院长 齐院长 工蓝带着特务们来了 他俩干什么 不知道 工蓝最不是个东西 工蓝 秦院长现在正在休养中 请你们出去 我要对秦院长问话 请你们多出去 你 明慧 素素 你们先出去吧 秦院长 秦大哥 记得把苹果吃了 请你多出去 我先走了 好 你们 去门口上 没我的允许 谁也不惜见 是 公尚伟 这么兴师动众 又何贵的 想喝点水 你这儿有茶吗 想喝茶 对 有点口渴 喝点好鬼吧 今年的新茶 还没开春 哪来的新茶 我这儿有七门的红茶 可我只喝绿茶 或者花茶 柯元同志 原来你就是江卫花 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你 你来得真快 我们终于能以这种方式见面了 我真的没想到 你知道吗 我之前一直非常讨厌 你在日本留过学 这件事情怎么没听你说过 公尚伟 你们以前也没问过我呀 再说了 我是追随中山先生 才去日本学医的 按你们这么说的话 那中山先生 你应该怀疑了 秦柯元 你别那么狂妄 我知道 你跟重训的上层人物 关系很熟 你给他们看过病 他们对你的医术和为人 评价也很高 但是 我今天是在查案子 我问你的所有问题 你都必须如实回答 我决定 你就是个重训杀手 我只有这么做 才能够不引起侯寒生的怀疑 才能够进行我的工作 哪怕是看着我们的同志 遭到迫害 这我理解 柯元同志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组织通知我 让我马上接管你的任务 那我的 你 必须马上从这里撤离 车 车到哪儿 车要咱们再跟决定 我知道 现在黄志长订我订得很紧 所以你必须马上走 我不能走 我要留下来 继续追查 日本的特别行动小组 这个任务 可以交给我来完成 但如果你再不走 恐怕就来不及了 行了 不用再说了 我自己想组织申请 无论如何 我不能走 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你回到根据地 组织还会给你新的任务 可是这里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 大水井行动失败之后 日本人绝对不会山马甘休 他们肯定有更大的阴谋 如果不消灭他们 保卫恶西的防险 就会非常的被毒 你知不知道 这次是谁要杀的 黄志诚的表弟 一定是黄志诚支持的 对了 天思文现在 也在黄志诚手里 他是我们的人 你要想办法 一定把他救出来 好 我会想办法 你怎么办 接住 以后只能我们单线联系 除了你 我的身份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这个我明白 身子怎么样了 我问你 为什么要杀秦柯源 我杀秦柯源 放娘的狗屁 我说是你杀的就是你杀的 怎么了 我就是要把一切都栽到你身上 就这样给我写 就说他们两个争生吃醋 为了一个女人 为了卖酥酥 有仇了 最后他就把秦桧杀了 就这样 小黄的你这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你这是栽赃陷害 我告诉你 老天的不容你 脑子又是变个鬼 也得找你算账我 我都懒得沈你 好 就按我说的写好了 马上上报 就地相决 不愧 不愧 记得再来 记得再来 今天两个要走和你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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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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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跑 看你往哪儿跑 我带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什么人 老实点 放开我 老实点 你们战军混蛋 我告诉你们 我表哥是王志诚 什么两个都得都 抓的就是你 什么 说 为什么要杀秦柯元 误叔 我没有 没有 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我劝你 识笑点 免得受皮肉之苦 我 我表哥说 秦柯元 是他死对的 是黄志诚 只是你干的 少尉 这家伙怎么处理 把他给我弄死 好 等等 你记住 一定要让他看上去 像是自杀的 好 我明白 这方面我才好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干 我什么都说了呀我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呀 研究室的功男来了 他来干什么 他说他要见你 来了 有什么话快说 我很忙 我就是来问问你 这暗杀秦柯元的案子 查得怎么样啊 查好了 就是那个土匪田思文干的 他都已经承认了 那么快就查清楚了 那 那个田思文人呢 干什么 把人交给我 我要带回去亲自审问 凭什么 我们军统查的案子 你们少插手 再说 我的人还在审 你现在带走不合适吧 可是秦柯元这个案子 我们也决定 要追查到底了 好啊 我这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 你说田思文 他承认是自己杀了秦柯元 对 可我刚刚抓到一个人 他也承认 说是他杀的秦柯元 谁 李进 他也承认是自己杀的秦柯元 他也承认是自己杀的秦柯元 他也承认是自己杀的秦柯元